入门两个障碍,一个昏沉,一个调局,你必须要克服,这是一般人普通多有的现象,昏沉润,精神提不起来,大壳水,听讲的时候大壳水,念佛的时候大壳水, 我还见过,绕佛,佛气里都绕佛,绕佛当中他打壳,睡着了他还会走,后打壳,这昏沉啊, 这要怎么克服啊,通常最好的这个克服的方法就是叫你绕佛,但绕佛也打壳水, 那这个时候在寺院里的从前寺院,那就要供养相伴了,要打他,那相伴真打他, 还有一个方法,扮佛,用这个方法来帮助他,末后一个调局,调局跟昏沉恰恰相反,心定不下来, 于是想定,忘念于多,不想定的时候,好像没有忘念, 哎哟,坐在那里想定一下的时候,才坐五分钟,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多忘念, 这个现象要知道,是当你坐下来,想定下来的时候,你发现忘念, 你的忘念本来就是这么多,不是说我坐下来才有,我不坐下来没有,不是的, 你不坐下来就没发现,一坐下来就发现,这么多忘念, 这怎么克服,这样修定, 那修定不行,顶不住,顶不住,读经,读经也是修定, 专心读经,不要求解释,自自清楚, 每一句没有念漏,只要求这个, 自念得正确,念得清楚,一字不漏,从头念到尾, 这是什么,修定,用这个方法修定, 用这个方法把你的妄想打掉,杂念打掉, 这是很好的方法,对知识分子很有效果, 不是将你背书的, 用这个方法修定, 用这个方法集中你的精神, 啊,念经可以,念咒也可以, 烦恼清,掉句烦恼清一点,念咒,重点, 严重点,要念经,啊,经的分量大,不能念错, 感谢观看,